不經不覺 今屆的世界盃賽事已經到了一半 因為在淘汰賽階段 十六強已經到了一半 已經進行了兩天的十六強賽事 亦定出了四支 其中四支進入了八強的球隊 分別是 贏了美國的荷蘭 險勝澳洲的阿根廷 然後昨晚衛冕冠軍的法國 也贏了波蘭 昨晚受到很多香港人關注 英格蘭 昨晚對著塞內加爾 塞內加爾 非洲球也塞內加爾 英格蘭這場球贏 先在上半場38分鐘 憑處一次快速反擊 由比寧咸 傳給中間的佐藤軒達臣四合 領先1比0 去到上半場保時階段 到科頓 助攻給King 哈利簡尼 射成2比0 King終於在今屆賽事開齋了 取得今屆賽事第一個入球 接著在下半場英格蘭繼續 到57分鐘 繼續是科頓 交給薩卡仔 射成3比0 科頓 英格蘭這場球有兩個助攻 英格蘭最後在這場球贏了3比0 擊敗賽內加爾 全取 不是全取三分 已經不是分組賽事 淘汰賽階段 成功跡身去到八強 八強將會 正正面對衛冕冠軍的法國 這場球也惡戰 惡戰 看看會不會精彩 好 開始這條影片前 就麻煩大家幫幫忙 訂閱這條Youtube channel 細個半期間 每晚都會繼續開直播 會有一起陪大家看球 說一下球 聊聊波經 聊聊天 希望大家已經訂閱了 一起進來 可以一起叫做火薰 以及幫忙分享出去 這時間幫忙 以及等很多人 一起可以進來認識朋友 以及幫忙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Share 越多這類型的Reaction在YouTube 才會大機會推播這條影片 或者將Channel 推薦Channel 同時亦可以上IG FollowPatchel 路遠路的IG 講開這場英格蘭 其實這場開球 頭三十分鐘的賽路加爾守得不錯 守得不錯 有點突擊 英格蘭的這場陣容 他們推出基於獲家 打回右閘 迫伏特首龍 後門有基於獲家 史東斯 維加雅 蘇爾 中場呢 就有些不同了 防中繼續敵勤懷斯 在他左右活發 右邊有Henderson 推著軒隊 左邊就被靈涵 三叉擊前面呢 薩家仔 King 以及左邊呢 沒有了史達琳 因為史達琳呢 有私事 應該就是他的家 因為被人爆隔了 所以要回去看看 暫時來隊了 出了漫城的科頓 所以這場球在陣容上 陣容上其實是有些不同的 同時 其實在打法方面 感覺上是比分組賽好 首先說 開球初段 其實頭三十分鐘的賽路加爾防守不錯 亦都有些攻勢的 其實有些攻勢的就是 那段時間頭三十分鐘 就算在英格蘭 是有控球在腳的時間比較多 但是 沒有什麼辦法 沒有什麼辦法 甚至是沒有公門 真的沒有公門 猜 做不到什麼 我之前經常說 賽內加爾不是普通非洲球隊來的 他不同普通非洲球隊 一般非洲球隊 防守比較鬆散 沒什麼紀律 但是賽內加爾不是 他真的很有紀律 防守都比較 是叫做嚴密的 所以失去所有的位置 防線由隊長高烈巴黎帶領著 整條防線可以 令到英格蘭頭三十分鐘 真的沒有什麼辦法 有一點是覺得 因為被人這樣看下去 就不是有老鼠乃貴 甚至乎 賽內加爾有些反擊也挺快的 試過了 開球初一段時間 布拉爾迪亞在兩個人中間 插入直線接應的直線 幸好密密送 快一腳把球捉到後面 這樣就 山閘 當然山閘 成功就可以 解決到這個攻勢 喊解道 所以呢 就算英格蘭這一場 雖然在那一段時間 雖然拿前場迫上了 作出了 比寧涵也好 阿慶也好 拿完那球也有傳送的機會 但是 隊友的配合不夠了 沒有隊友的配合上來 反過來 防守 有時候後場 也不是沒問題的 有些誤傳 密加雅也有 多了 接著 試過 沙雅也有 起腳高出 比寧涵也好似疑似 碰到史宗斯的手 但是 VAR 出了之後 就沒有12碼 之後 薩卡仔的後場 又 水谷王波 回傳 誰知道 給了他 沙雅的腳 再給布拉爾迪亞近門起腳 幸好 就像途中 比福特 單手拍出了考反應 就是 比福特這些球不怕你的 一個是比福特的一個藍絲 這兩個人 這些球不怕你的 即是考反應 你給他們時間 他們兩個想 那你就糟糕了 所以這球過不了 頭三十分鐘就是看到這些畫面 令到 大家覺得 英格蘭不是又領事嗎 對著這個蔡雅也 不是 之後真的一次突破就可以收離皮了 即是一夜就可以打破僵局了 當時有阿傑一個直線質 給比寧咸送 比寧咸一城 比寧咸就落底 雖然門前有一個在 但是他傳回到後面 十二晚怎麼做 沒人看過 左燈軒達臣軒隊 一個撞射 入網 亦都令到軒隊 扭到個人生涯 第一個世界杯入球 那就領先了 其實這場球要說一下 首先重點是甚麼呢 阿傑入了球 進攻方面 今場英格蘭擺明了 防返 最撒家的一招 防返 反擊的速度 真的挺快的 利用薩卡仔 那些球員在前面 去幫忙 即是打反擊 做支點 然後後場怎樣運球上去 利群懷斯 比寧咸 薩卡仔 軒隊 幫忙做轉身為攻 阿傑亦都很多時候 收回來中間 看他最撒架的日子 收回來中間 就去 幫忙做球 所以 這場球 英格蘭的防返 可以說是 分手賽的三場 即是連這場 這場球 四場中可以做得比較純熟的一場 最純熟的一場 亦都是告訴你 英格蘭打反擊 都可以很快的 特別 現在這個陣容這麼年輕 阿傑開了 對英格蘭來說絕對好事 因為過去幾場他進不到球 大家雖然進了很多球 福哥也可以進到三球 但阿傑的一球都沒有 令到很多人擔心 會不會阿傑怎樣 先不要說阿傑會不會做了神聖手 但起碼阿傑這個球入球 應該是為他帶來很大的信心 起碼在前面 老實說是射順了 拿回信心 真的很不同 即是阿傑遲些越來越近 即是八強也好 甚至之後再入到四強 甚至在最後的階段 可能機會只有一次 就是等阿傑射順了 有信心後就是那些板格力回來了 的觸覺 就是那一下 所以呢 這場球阿傑 入球其實很重要 好了 講一下這場球 叫做 英格蘭贏球 這場球的關鍵除了反擊之外 中場 高效率的演出才是關鍵中的關鍵 這場球打起了一個人 那個叫比寧涵 這條小子 19歲而已 而且是今年6月底才19歲 這場球可以說光亡四射 其實這屆賽事因為他受惠於 就是加雲菲勒斯 在加雲曼城之後都是因為雙 沒什麼能力出的時間 他就可以 拿了正算位拍著迪行懷斯 他絕對不失禮的表現 越踢越好 越踢越好 第一場對伊朗的時候已經入球了 接下來這場球繼續 之後幾場也有 不錯變的 今場球 光亡四射 比寧涵 無論是技術 越讀球賽能力 以及走位 步位的時間 後上插入的時間 你看到原來 在英格蘭現在整條中場 沒有人救他 我敢說 軒隊不行 力強懷斯也不是那種 加雲菲勒斯 也不是那種 就算傷之前加雲菲勒斯也不是那種 不是說要吹捧這個年輕人 而是經過這幾場球 你看到對比之下 比寧涵的可塑性是更高 還有更大潛力 其實你看到比寧涵現在的技術和踢法 有些像我們玩FM 中場的位置 Mezzele 在中路中 半挨邊 尤其是中場 他偏向左邊 專門負責 他未必是挨邊 邊線留給Fordun 甚至會被掩蓋上來的梭爾 他專門負尼的HalfSpace位 就怎樣插進去 就落底傳出來 甚至甚至自己去埋門攻援 這種翼頭位可以說 是令到英格蘭的進攻更加立體更加靈活 所以比寧涵這場球 真的可以說 無論是直接和間接的貢獻 也是很厲害 起碼在後備直上 有哪個中場可以救來呢 Mason March 不行 剛才我所說的幾個都不行 蔡比寧涵現在 似乎說 這屆世界杯就是上位 上位這屆世界杯 這個比寧涵真的是 對我來說不是吹不吹捧他的問題 但單憑公道說 這幾場球的表現絕對值得賺上 絕對值得賺上 還有今場球 因為斯達寧要離隊 就用了科頓 老實說收夫基 如果不是250要離隊的話 都不會用科頓 不是因為斯達寧 因為有些家事問題要回去 科頓繼續後備 收夫基那麼保守 科頓今場球真的踢得好 科頓在前面 雖然踢到左邊多一點 但是 他在左邊 跟隊友配合不俗 特別跟比寧涵 甚至是蘇爾的配合 是真的不錯的 他的 打法很簡單 一味就是向前 拿完那球 然後看看位置 傳出來 好像很簡單 不像在萬城 但是 他的空球 給球走位的時間 傳球視野 你看到科頓近這幾年的進步 真的是那幾年的進步 在萬城 在哥迪奧納輝下 那個進步是何其的大 現在科頓可以為一個很成熟的球員 當然要再進一步 其實要確立自己 這個時間就是你在世界杯可以得到什麼表現 其實科頓是值得重用的 收夫基 可以繼續出的 其實史達林可以放在後臂 放在後臂 等他取乾了別人 才要換他出來再取別人 這個才是重點大 算了 收夫基 用死一個 希望科頓可以是正選 好了 講開 剛才所說 比寧涵科頓 連軒隊金翔波也看得不錯 軒隊也看得不錯 軒隊金翔波有很多 體力化的東西和走走滴滴的東西 他做了很多 當然 為什麼整條中場會看得那麼好呢 其實個人覺得 當然比寧涵值得贊 科頓值得贊 軒隊也值得贊 但是有一個人不可挖決 也是最重要的核心 迪勤懷斯 迪勤懷斯 在這一場打過防中 正正是為什麼可以解放到 比寧涵和軒隊的位置 在後面 在後面做一個純粹是整條中場 可以說一個純防中是他 無論是他攔截 站位 遮線 甚至乎 拿完球 扔掉球賽做了轉手為攻的一點 迪勤懷斯也很有水準 今場球迪勤懷斯 為什麼可以比寧涵在後面 除了加強球隊的防守力之外 除了頭30分鐘之後 為何蔡里加爾 反擊越來越 不算太有威脅呢 迪勤懷斯鬥 起碼加強防守力 再加上一拿到球 怎樣去刷動攻勢呢 可以說要踢回 貢獻也有很多 今場球 在進攻方面 不要射門 但是在防守方面 亦都有 抖著後防 傳球的 亦都說 放下長傳 分下邊 都有 所以 其實迪勤懷斯在到的時間 可以看到他的重要性 令到旁邊 如果不是他 比寧涵 都未必可以踢得那麼刪 不是說質疑比寧涵的 技術 的能力 但是問題 有些是雙虎雙成的 好啦 接下來 贏了這場球 接著對法國 法國昨晚對著波蘭 好老實說 贏真的是 意料中事來的 波蘭就雖然你是 原本場前塞了球 接著就要押上去的時間 你押上去 只會讓法國越來越多空位 麥總 不用說了 麥總回開二度 今天賽事看到 大家都看到 麥總的速度沒有變 一樣的變速 踢法再全面一點 加上銀行唯一在前面 幫他開三匹石 大家立即想 擔心英格蘭 對法國會怎樣 其實老實說對法國 真的是 英格蘭之前 無論是分組賽和16強 球隊都是比較 算是無論是排名 名氣 實力也比較似的 對法國就不同了 真是一次考驗了 英格蘭對法國 大家的焦點又放在怎樣防住麥總 似乎正常來說 去那場球右閘如無意外會出回基爾獲加 基爾獲加 有身形有速度 老實說應該算是 防線來講唯一可以 頂一頂麥總的人 軍中都很吃力 會踢回三中堅 還是 會繼續排四口房呢 收夫基對強隊 也是三中堅 基爾獲加收回右中堅 右邊會出回查比亞 左邊是蘇爾 左翼衛 三中堅即是 基爾獲加史東斯麥佳 中場繼續敵琳懷斯 拍著給零俠 收回軒隊 前面三個 未必會是科頓 應該是史達寧 薩卡仔 King 史達寧 應該是這樣的 收夫基的保守性 但是問題 英格蘭的防範 速度已經做得越來越純熟 對著法國 老實說法國收夫基也是快速反擊 防範對防範 你問我 其實這對法國 不是沒有弱點 其實你看看法國 當然昨天的失球就不是什麼 即是12碼 但是 波蘭按過一輪來攻 其實法國也不是很耐捱的 防線 今屆法國每一場都會失球 每一場都會失球 由分組賽開始 第一場對著澳洲已經失敗了 然後對丹麥又有 對丹麥又有 對波蘭又有 其實法國我們看過 那條防線對橫出球 對你只要再壓前一點 加強了壓力 法國的後防 有些不穩都呈現了出來的 烏帕麥簡勞的位置 其實是可以攻的 那個位置 不是很穩固的 官迪右閘位置也是可以試試的 甚至乎 菲奧香函迪斯 讓他引起他推上來 你怎樣去打一個反擊 都是一個 破 他的缺口 而且 始終你發覺沒有了 鹹滴豆花後面 你真的瘋到用機三文嗎 難道是 昨天也試過 那些位置是怎樣的 都可以試一下 當然要看收夫機的功力 你不要再 我不知怎麼說 總之收夫機你試一下想一下 用一下腦 所以這場球 英格蘭對法國不是沒有機會的 甚至乎兩隊被問我希望 我希望英格蘭贏 我也希望英格蘭贏 希望收夫機不要讓我們失望 麻煩你 給我們一些驚喜 所以英格蘭 如果過了法國 那條線也很漂亮 過了法國 應該是四強 對雙牙那邊 對雙牙那邊的武器座系 如果對雙牙那邊 那麼 這一個 可不可以搞定英格蘭的話 對雙牙那邊 就算是 無論西班牙或葡萄牙 都算是那句 打防返的話 都難說一場過 但起碼要先過法國的彎 收夫機這幾天就看你怎麼想 好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麻煩放一個like 以及訂閱這條YouTube Channel 還有就是幫忙分享出去 世界本期間繼續 到了這個時段 繼續 慢慢都開Live 有波就說了 還有就是 希望大家幫幫忙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就可以上IG Follow Patrick的IG 有新的影片 和出Live的預告 我都會放上去 無論出post也好 IG story也好 都會放上去 除了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按個鐘仔 即是會收到通知之外 上IG FollowIG 相關齊下 不用怕錯過了 好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